第五十三章 使我戒然有之 行于大道 为师侍卫 大道甚夷 而名耗尽 招甚处 田甚无 苍甚虚 福文采 带立见 燕饮时 才获有余 世未夸道 非道也哉 解释第五十三章 如果我能顶天立地 而有大智慧的诗行王道 诗行时 要有敬畏之心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靠天地万物 靠国家社会 靠大家的不失而生存 所以 要警觉这个道理 随时检查自身生命的意义何在 有没有贡献什么 给社会 有没有办法 帮助到别人 大道虽然又直又贫 一般人民 却喜欢他们习惯的 扬长小径 以为是便利的捷径 怎么说呢 历代有些地区社会的 政治思想 让人民只知道 要整治王宫 却荒无了农田 而使得 苍丙日益空虚 又为了要有王者风范 王宫贵族 崇尚虚华 穿着华丽文士的彩衣 佩戴利剑 享受美食 存积宝物 其实这些作为 只是在夸耀 甲公祭司的收获 哪里是在行王道啊 就不如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